后我共存了14年的一型糖尿病 和一般人不同的是 需要依靠注射胰岛素调剂 餐餐都要顾虑到血糖的变化 估算饮食分量 再计算需要多少胰岛素 会不会辛苦 当然辛苦 我变得比他人都在意 了解身体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变化 虽然很麻烦 但是每一次学会掌控 都是很大的成就感 就算有糖尿病 我还是会运动 偶尔吃美食 天天开心 这些困难都是小事 重要的是如何去面对它 担任平面模特的Bonnie 小学时罹患第一型糖尿病 如今已与疾病共存14年的 她特别拍摄影片记录糖友日记 除了介绍第一型糖尿病 也分享她打胰岛素 看诊等等的控糖人生 和我共存了14年的一型糖尿病 小学时发病 没有家族遗传 当时怀疑是H1N1疫苗的副作用 两支胰岛素 晚餐前多加一支长效胰岛素 维持一整天的基础血糖 只要吃碳水化合物 就要打素效胰岛素 就要打素效胰岛素 计算计量 预估吃多少 打多少 就算有糖尿病 我还是会运动 偶尔吃美食 天天开心 这些困难都是小事 重要的是如何去面对它 了解它 掌控它 看它成为生命中又爱又恨的战友 第一型糖尿病是什么 就是身体缺乏胰岛素 胰岛素是人体必须的荷尔蒙 将饮食摄取到的糖分 转换成能量 储存到肌肉或脂肪 让身高的血糖降回正常值 而异形糖尿病患 和一般人不同的是 需要依靠注射胰岛素药剂 餐餐都要顾虑到血糖的变化 估算饮食分量 再计算需要多少胰岛素 我都会说 一般人就是全自动控糖 而异形糖尿病 就是人工化控糖 会不会辛苦 当然 辛苦 明饮食为天 饮食专具生活中 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身体却把这么重要的工作 全全交给我 但是也因为这样 了解自己的身体 成为我的人生课题 努力学习 乖乖定期回诊 我变得比他人都在意 了解 身体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变化 虽然很麻烦 但是每一次学会掌控 都是很大的成就感 自己担任身体的一个重要器官 自己打针 计算剂量 掌控血糖 维持身体健康 我必须说 自己就是最勇敢 最坚强的控糖高手 糖尿病回诊的日子 其实对我来说 就像是健康检查 验血糖测糖化血色素 就像是在揭晓考试成绩一样 三个月努力控糖的成果 建卫教师就像是和助教检讨考卷 回顾三个月的血糖变化 在控糖生活中有什么问题 都提出来一起讨论 卫教师都会提出建议 和整理笔记给主治医师 见主治医师 他就是最关心最在乎我的医生爸爸 控糖导师 最喜欢带着好成绩去见他 那一句最近都还不错哦 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就算有脆步 他也会提供适合我的建议 对我来说都是很大很大的鼓励和动力 最后再披架 带着续命工具回家啦 继续努力控糖